草木灰对韭菜的作用有哪些 虽然我们家种的韭菜不用草木灰 但是我知道很多小伙伴 你们种韭菜经常会使用草木灰的 那么你们知道草木灰对韭菜的危害和好处 分别有哪些吗 咱们先说说草木灰对韭菜的危害 韭菜适用过多 就会造成咱们的土壤偷偷性不好 引起烧苗烧根的现象 影响咱们韭菜的生长 也会造成韭菜变细的问题 草木灰它是含有若碱性的 它属于碱性肥料 在使用草木灰的时候 不能够和酸性肥料 例如咱们的尿粪 还有硝酸胺等等混在一起使用 不然会造成咱们肥料中的蛋素挥发掉 降低肥效 起不到追肥的目的 同样的道理就是在保存咱们草木灰的时候 也不能够和一些猪粪牛粪 等肥料一起混合在一起 只能够单独的存放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 给韭菜撒草木灰的好处 这里可以分为三点来讲 大家记得做好笔记 第一个就是补充营养了 草木灰它是一种优质的钾肥 主要成分是碳酸钾 而韭菜就是一种洗钾的作物 所以咱们施草木灰能够促进韭菜的生长 另外草木灰中还含有很丰富的矿物质元素 例如咱们的钙 铁 鹏 芯等等 给韭菜施草木灰能够调节植株的新陈代谢 预防韭菜出现那个缺素症 使草木灰的韭菜它口感是更好的 第二个就是能够促进生根 很多人他在种韭菜的时候呢 会出现越割越细的现象 主要原因就是韭菜它的根系啊 不够发达 根系弱了 韭菜的根系越发达 对应的再生能力呢 才会越强 草木灰它除了说能改良土壤之外呢 还能够直接提供养分 湿了草木灰的土壤它会更加的疏松 这样的土壤它有利于咱们韭菜根系的发育 韭菜的根系发育好了 那对养分啊和水分的吸收能力呢 才会更加的厉害 对不对 就能长得更好 第三个就是能够抑制病虫害 韭菜它每平方撒个一斤多的草木灰 能够杀死地下病害 还有一些虫害啊 病菌和虫害 保护韭菜的精根液减少病虫害 对绣病啊白粉病牙虫红蜘蛛 白粉湿都有一些防治效果 好了关于草木灰对韭菜的作用啊 今天就介绍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说还有其他想要补充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